那接下来要是你觉得啊 这个封面叶 本来是不是放在快速存取工具列里面 可是我觉得我很久才会用一次 我想要把它从快速存取工具列拿掉 那怎么拿掉滑鼠右键点它 有没有看到一样第一个工具就是从快速存取工具列移除 那就点一下左键 是不是刚刚这个表格前面有一个封面叶的工具图示就没有了 可以哦 好 所以插入很简单 移除掉也很简单 只是你要知道我那个逻辑要想对 我现在想要从快速存取工具列里面 把什么封面叶移除掉 所以这个时候滑鼠右键要点选 点选什么地方 点选快速存取工具列里面的封面叶 好 这件事情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再用左键点选 第一个工具就是移除 我们下回见 刚才开始 这个时候 更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